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原来这就是白小堂啊 萧楚河 居然又看到你了 六位铁面官 好久不见 这里只有四位铁面官你见过 你知道 我们每天要做的事情很多 能活长寿的人很少 想不到过了这么久 铁面官还是这么喜欢自嘲 萧楚河 我们都很忙 你想要什么情报 我要的情报 在座的各位都给不了 萧楚 再怎么说 这也是别人家的地方 要不咱们稍微低调无妨 萧楚河 你不会天真地以为 圣侨归附了你的身份 就真的有人把你当皇死了吧 萧楚 萧楚河 你不是说 这是你师父家的地盘吗 难道他们都反了 萧楚河 萧楚河 已经消失一年了 谁说白小堂 还在他的掌控之下 当然是因为我也是白小堂的人 你是女的 她是我师父的女儿 谢谢 师父去哪儿了 死了 什么 开玩笑的 不过 跟死了也没有什么差别 当年我爹为了救你 受了很重的伤 这些年 他一直在药王谷里养伤 不过 他倒是真的很关心你 之前你出雪落山庄 他亲自去打探你的消息 而今你回来了 他又让我赶紧过来帮你 帮我 是的 蹭齐了都 白虎列西方位 既然师父把白小生的位置 和令牌给了你 那么恭喜 以后来白小堂要消息 还不用给印子 欠了你的了 原本从宫中传回的消息 是圣上一直昏迷不醒的状态 却没想到已经能出宫了 看来那位神医 真的是医术高明 那么殿下的眼睛 是否也可以请这位神医 来看一看呢 我听说他似乎 与六弟的关系很好 恐怕 藏明觉得 这只是医者与病患的关系 这小神医 满脑袋想的都是看病 治病 我们可以让殿下的二师父 掌测剑大人帮忙去请 是 是可以请二师父帮帮忙 好 殿下 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好机会 我们一定要抓住啊 是啊 这可能 也是我最后的机会了 可能待会儿 一定有个大麻烦 你就是华姐 那位神医 药王的弟子啊 你谁啊 又一家 穆公子还是小心点儿 小心被针给抓了 神医 受在下一拜 在下青州云间城 不家三公子木川峰 不知可有荣幸 拜神医为师 没有 在下有一株千辛草 赠予神医如何 我在天启还有座宅子 叫秋炉 里边种满了各种珍贵的药材 多有什么药材啊 也没什么 就是一些 千木香 莲仙 麒麟血 仙鹤石 再不就是续心草 王农叶 五六七八百岁灵芝 啊 李天 你离我太远了 挪家木鲁墨 见过都开始 就你 别哭了 我父亲可是破了百鬼夜行 公须大阵的枪纤 就你这不入流的不虚阵 也敢在我面前显摆 他真是有几分刺激啊 这暗和胆子也太大了 胆子大的 可不是暗和呀 是 李天 在 既然这位千诺姑娘到来 想必 这永安王殿下 已经知道暗和深厚的人 是谁了 是谁了 有些人的 谁了 还能在哪里 都在哪里 是谁了 真是有几分之处 这个人 不得啊 他也不得了 有些人 自嘲 小楚河 我们都很忙 你想要什么情报 我要的情报 在座的各位都给不了 小泽 再怎么说 这也是别人家的地方 要不咱们稍微低调 无妨 小楚河 你不会天真的以为 圣上归附了你的身份 就真的有人 把你当皇死了吧 小泽 你不是说 这是你师父家的地方吗 难道他们都反了 姬若峰已经消失一年了 谁说白小堂 还在他的掌控之下 当然是因为 我 也是白小堂的人 你是女的 她是我师父的女儿 谢谢 师父去哪了 死了 什么 开玩笑的 不过 跟死了也没有什么差别 当年我爹为了救你 受了很重的伤 这些年 他一直在药王谷里养伤 不过 他倒是真的很关心你 之前你出雪落山庄 他亲自去打探你的消息 而今你回来了 他又让我赶紧过来帮你 帮我 帮我 是的 凑齐了都 白虎列西方位 既然师父把白小生的位置和令牌给了你 那么恭喜 以后来白小堂要消息 还不用给银子 欠了你的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